HELLO 大家好 我是MINGDE 在各種反反復復的修改中 終於把這次影片做出來了 P5 一直以來我對它都是指紋其身 不見其面 最阿特拉斯開發作品 JRPG近代代表之一 被不少粉絲冠以天下地獄的榮譽 在IG上也獲得很高的評價 但如今放到手機上 這會是個問號 還是驚嘆號呢? 女神一文錄 夜幕魅影 開頭還是要慣例疊個假 我沒有玩過該系列 所以也不會有什麼粉絲濾鏡 那如果你是該系列的忠實粉 肯定存在與我不同的感受跟理解 我也只是以一個正常路人玩家來發表感想 互相尊重即可 不過遊戲因為是基於既有IP改編 所以不乏很多世界觀跟設定 都是直接沿用 介紹上也難免會提到原作 但本次的體驗 都還是基於T5X帶來的感覺 所以並不代表原作本身優劣 切勿直接聯想在一起 那就開始吧 女神一文錄 Persona 為日本Sega旗下的阿特拉斯 於1987年發行的 女神轉身系列所衍生的外傳 而根據官方去年底公布的消息 女神一文錄系列 全球已售出超過1680萬套 而其中五代 也就是俗稱的P5系列 就高達了830萬套 而今年還準備推出P5D 以及明年重置的P3R 再搭配本次的P5X 可見Sega對這個IP 極為的重視 無論各方面來講 而Sega其實也不是第一次 對這系列IP的手遊化了 2018年就有推出一款 基於女神轉身的手遊 DX2 增女神轉身解放 所以本次與中國廠商 完美世界合作的開發 該說是資本的不意外 或者是對玩家底線的試探呢 雖然標榜有阿特拉斯的深度參與 但具體參與多少 參與哪些項目 其實是很難說明白的 畢竟我們有多少 都有成為正版受害者的經驗 當過了多少次焚頭韭菜 玩家錢包 還能經過幾次廠商的摧殘 再來完美世界 目前旗下的產品 除了機款原創以外 主力人是推IP項作品 而比其單人像的PVE 他們實際上是更重視 社交屬性為主的遊戲 外加目前老產品的獲利能力縮水 上半年的營收表現也大幅下降 即是需要靠下半年的新產品來拉抬 所以不免令本次作品的未來感到擔憂 這邊也稍微聊到一個市場數據 其實相對於主機PC市場 手遊一直是人在不斷擴大的區塊 所以為了還是會有廠商不斷地繼續投入 而我之前也聊過 畢竟遊玩的門檻是更加友善寬鬆 而用戶可以更好根據需求選擇適合的平台 重點還是在廠商願意提供什麼樣的品質 遊戲我全程都是用PC版體驗 除了開頭有遇到一個莫名其妙的當機以外 整體運作上是沒有什麼問題 而目前也只是個二撤 可能未來還會再大改也不一定 至少我是希望能改啦 而且很多劇情動畫也還沒做完 各種動畫製作中 這已經是二撤了大哥 希望你不會刪測還在那裡coming soon 那先講講劇情架構吧 開頭就是個人來人往的日式社會場景 那特別在一個報紙的鏡頭停下來 翻譯的話就是所謂的魅影事件 那魅影在遊戲中 就是那些對社會會造成負面影響的人 而另外劇情後面會提到社遇 那這個也老朋友了是很多設定上都會用到的七宗罪 這也是源自P5中用到的設定 那玩家所扮演的主角 透過一開始所表現的感覺 就是個對未來沒有想法 以及沒有慾望的高中生 算是個很典型的基本人設 甚至也是不少人必經 或者如今正在面臨的課題 而你在與路人對話的時候也會發現 這些人在甜問卷調查 都是選擇無自願 對未來已經失去憧憬 而隨著劇情人推進 會發現玩家的慾望 在產生的當下就消失了 而玩家卻不自知 而透過一直跟著我們的貓頭鷹路菲爾 了解到這世界上的慾望被盜取了 那依照我個人淺白的理解 這個貓頭鷹 可能是參考了 索羅門王72柱的魔神斯托刺 有貓頭鷹的形象 也有著智慧的象徵 而路西法其實也有路西菲爾的名稱 外壓貓頭鷹變身車子後 那個腳跟不斷甩動的小尾巴 所以可以推特這個角色的身份並不簡單 那在一次意外中闖入了印象空間 生死存亡之際 主角找回了自我 奪回該有的慾望 而遊戲中的表現是透過掌握面具 或者稱為人格面具來的表現 也呼應了該系列的遊戲名Persona 那這邊印象空間與人格面具的設定 引用自瑞士心理學家 卡爾·隆格提出的概念 印象空間代表著集體潛意識 而基於這位大師的比喻 將人的心理結構比喻成一塊冰山 最上面浮現的是一般人可以感知的意識 而忠誠就是個人潛意識 再到最底層就是集體潛意識 而人格就被比喻成人格面具 為了獲得工作認同 伴侶期待 依據不同的場合需求 而表現不同的形象 俗話一點就是 見人說人話 見鬼說鬼話 不過畢竟我也不是什麼專家啦 如果有需要的話 這方面也可以在自己去了解一下 這設定將貫穿遊戲中大部分的劇情 讓那些受到心理創傷 或者社會壓抑後 被扭曲的偏差行為 透過主角團以盜學方式來修正 類似探討相關作品的有 《刀夢偵探》 或者《全面啟動》等 再或者像自我跟心理探討的作品 例如鬼店 致命ID 隔離島等 而從P5XPB的簡介中 官方是想透過慾望為出發點 要玩家做出選擇 勇敢指示自我 目前大部分主線都有完整配音 閱讀體驗上還算不錯 再來就是我自己主觀解讀了 不確定是不是有什麼基於P5的世界觀設定被拿掉 在體驗上總覺得少了點味道 因為像我之前玩《暗黑破壞城》《永生不朽》 就會明顯感受到是《暗黑3》的閹割版 怎麼玩都會覺得怪怪的 而就初始的劇情刻畫 不論在主角的個性 前回動機跟後續的覺醒 鋪陳上都太過於單薄 更像是為了設定而設定 這其實跟是不是為了要迎合手遊簡化上沒什麼關係 畢竟要說好故事跟載體無關 何況你就是個要長線經驗的遊戲…吧 劇情上或許是想透過主角團 影射不同的年輕人 如何在各自成長路上重拾初心 並且矯正各種擺爛、地獄、躺平文化 缺失的社會責任、道德輪上等 藉由向上奮發來反抗向下沉淪 讓正能量傳播出去導正這個社會風氣 不過遊戲在設定上 卻給主角一個不錯的經濟環境 讀師校,住在東京都的兩層樓獨棟 雖然算不上是超級富豪 但至少也是個衣食無缺了 營造一個生活富足 所以沒有煩惱沒有目標 換作事我也擺爛了好嗎? 我看他是欠社會獨打 給我好好去打工體驗什麼叫做現實 當然也可以說是編劇 想表達那種年輕時的青春無味精神 要我們在遊戲中喚醒死去的記憶 從事過去對一切抱持著求知 以及好奇心的自己 但縱觀各類動漫作品中 一般會賦予主角很明確的價值觀 可以是簡單粗暴的理由 也可以是彼此大的動機 但目前劇情篇章的安排 讓主角的存在感太過於薄弱 甚至反派人設還寫得更立體 即便他拿回自我 也並沒有明確對角色行為產生變化 只是從原本訊號不太行的斷網 恢復可以正常的聯網溝通 為什麼需要他? 為何非得是他? 缺乏一個很明確的理由 你把主角替換成之後登場的女主角 或者男二之類的 說實在其實也差異不大 在人設不夠豐滿下 導致那段心理的掙扎很流於表面 如果在我不理解這作品或者只想當跳過檔 那無所謂 理由可以無腦不深究 想辦法拯救世界就對了 但你所承載的IP重量 在未來註定會被檢視 那劇情就講到這了 美術方面 是個極具風格的特色 透過紅白黑三種配色 勾勒出的主視覺 貫穿到遊戲的UI布局中 這位美術設計是真的非常厲害 即便你只是輕輕一撇 也能立刻留下非常深的印象 也可以說他幾乎複製的P5系列 包含各種過場方面 而程式的細節也還原的非常到位 我特別喜歡是這個宇宙的場景 在我打開遊戲的時候 那個氛圍感是直接拉滿的 也算是難得在IP改編作品中 不是只是套個人物後就各種擺爛 那再來角色方面 因為並不是走一般二遊的路線 所以如果你是奔著色色人士的話 可能會非常失望 表現也是各自有特色 雖然不少好像也是從P5搬來撐場的 接著我們來看養成 主角與其他角色並不雷同 有自己的成長等級以外 還有天然復數 以及可以任意更換的技能 那其他就是熟悉的等級 突破武器裝備 一個也不辣 廠商對動畫製作方面可以簡化 劇情方面稍微拉垮也沒關係 但是這個最核心的養成部分 真的是永遠不會疏忽 我是真希望公測的時候可以再精簡一點 而且又是靠考玩家等級來延遲內容被消耗 導致為了解鎖主線劇情 不得不去玩其他內容 這點我是真的不太喜歡 而戰鬥方面 又是個薛丁格的回合字玩法 在沒玩之前 你永遠不會知道喜歡還是不喜歡 但玩起來也會讓我想到 B站前陣子上架的那款千年之旅 原來一些框架是取經於此 戰鬥中涵蓋了市面上各類回合字要素 屬性克制 操作指令 後台支援 全體發動總攻擊 還可以觸發換手 增加追擊傷害 跟隨機觸發的個人大招系統 外加剛提到主角可以更換各種技能 那因為整體跟P5有大量重疊的部分 更詳細的攻略已經有人分享過了 這邊就不深聊了 前期大部分的情況下 靠AI就能打過了 對玩家的操作負擔沒那麼高 各種要素結合 提高了一定的策略深度 但唯一要擔心的就是養成跟素質的平衡 而完美這間廠商在能做崩的地方 又向來不會讓人失望 除了常見的材料副本外 還有兩種試煉副本 第一個就是針對玩家強度的檢驗 前兩層我是靠一路掛機就過去了 基本上沒什麼難度 第三層才會感受到明顯的壓力 另一個則是類似PVP的排行機制 根據每個週期來凹分拿獎勵 外加後來問卷中 廠商還試占性問了玩家的PVP意願 破案了 原來客機內鬥才是廠商希望玩家戴上的人格面具 快拾起你的求勝率吧 記得之前有人留言 希望遊戲有PVP的 那這邊你就可以期待一手了 再來印象空間中的探索玩法 就是個不斷在地圖上開車 然後解鎖更多的地圖 這個玩一段時間後就蠻容易讓人枯燥變煩的 稍微有趣的就是跟主線相關的這堂副本 其中塞了各類解謎要素 雖然不是都很有趣吧 但至少玩起來沒那麼無聊 不過這種探索玩法要適度的把控 別只是想坐寬而不坐深 這樣玩家很容易在乾幾次後就失去動力 而且目前會出現各種奇怪的BUG 或者在需要上下跳躍的時候會出現卡頓現象 以及千萬不能跑太快 否則會因為錯過觸發地圖上的關鍵點導致BUG 我已經連續好幾次因為跑太快而被卡住 而反倒日常玩法是遊戲中我個人最喜歡的地方 最主要是可以找各種人約會的Gale Game元素 讓人玩起來格外的放鬆自在 建議在這邊加大力度 那客進方面目前沒有具體的標價 但遊戲中有提供戰令不排除也會有月卡 新手40抽保底五星 其他角色持大小保底80-160 而依照我對中國首輪的尿訊定價 大概10抽也會落在760元上下 還有一個可愛的武器池 大小保底70-140 會強制塞入一把當期UP武器 但你可以加入其他武器來歪 不過目前武器是個人限定的 如果抽到以後卻沒有角色的話 等於是白搭 變相來說也是個誘客手段啦 看到這我心裡就想說 廠商不如你們對自己遊戲中的商業模式 斟酌檢視一番 在這個社會的現象中 其中可不乏資本直接或者間接造成的 你若又當又利益是要怎麼做榜樣呢? 還有務必要降低那個養成跟繁瑣的重複操作感 玩家的心性都被磨損了 是要怎麼充氣啊? 結論 蘿蔔青菜各有所愛 穿衣戴帽各有所好 目前二測體驗來講 雖然並不差 但也不是太好 說是經驗吧 但不會只想靠美術跟音樂吧 而且這些好像都是從P5界來的 難不成只想靠IP口碑割一波韭菜 還是說廠商鎖定的就是P系列的粉絲 反正就是賣一個 懂得都懂 所以對人設劇情寫得比較淺也無所謂了 或者其實SEGA就是在鼓勵玩家去買P系列 想體驗沒音樂的曾經感嗎? 這邊有PP系列 很純很便宜 快來買吧 也不得不說 在深入研究這IP以後 真的讓我寧可去買原作來玩 所以這款到底是要獻給主機玩家的情懷 還是用來擴大IP的受眾 定位上總覺得有點曖昧不明 也讓我想到之前那款有點莫名其妙的錯誤遊戲 再來就是我對文官劇情其實是有點擔憂的 畢竟你要對現實中的行為跟社會陰暗面去描寫 但同時又要在中國市場推出 所以什麼能寫什麼不能寫 永遠沒有一個標準 到最後會不會自己達不到預期的高度 又無法滿足粉絲的期待呢?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MIDER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